看看新闻网 金牌评委黄书俊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时候呢 还主动发起了通过音乐为亚安受灾学生重拾梦想的公益活动 当然呢最近他的好搭档成雷的婚礼他也没有忘记出席哦 联手医疗机构成立专项资金为亚安中学的学生购买音乐器材 并提供公益医疗援助黄书俊只说义不容辞 因为亚安他们需要有一个整套的音乐的设备去教小孩子音乐 这个对我来讲是我的本行 此次来上海除了为公益献利 黄书俊还有一项重头戏 就是10月11日见证兄弟成雷的大婚 我一进去的时候我觉得场面好大 因为那个舞台简直就跟我们这个一个电视节目的舞台一样这么大 然后我就一直不断的很好奇 我问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们说 这上海的婚礼都这么大吗 舞台都这么大吗 黄书俊和陈雷不仅因为担任妈妈咪亚的评委而结缘 两人中年完婚 取得小娇妻的人生经历也是颇为相似 陈雷昨天讲了一段话 他意思是说他年纪都这么大了 终于结婚了 所以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更多更好 毕竟他年纪不小了怎么样 其实我那时候我在底下心里想说 你这个算什么我结婚的时候年纪都比你大 信任在线上海采访报道 我海采访迅行不需要 如果有个人家的客气 我